大马前政府涉贪安华批澳洲沆瀣仪器 马来西亚政坛要缴安华 今天声称 澳洲与涉嫌贪瑜的前政府串通仪器 他呼吁坎培拉当局将一名卷入谋杀丑闻的马来西亚警官遣送回国 法新社报道 前反对派领袖安华抨击坎培拉当局对前首相纳吉 Najib Razak政府的腐败政策 纳吉在上个月的大选败选下台 安华说 澳洲经常发表力挺纳吉政府的声明 安华2015年遭纳吉下令监禁 大选后获释 他已备受主目的前大马警官西鲁 Zero Azar Umar 卷入的谋杀案魏力 西鲁涉嫌谋杀蒙古摩特尔阿尔丹度亚 Oden Tuya Shari Ibu 被判绞刑后逃离大马 在澳洲被捕后一直遭羁押 阿尔丹度亚 与纳吉政府的贿赂丑闻有关 现年70岁的安华今天表示 如今已到澳洲应该承认事实的时候了 澳洲若干外交政策显然腐败 被许多马来西亚人侍卫 与纳吉政府共谋 或对贪欲罪行和犯罪行未争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此我认为 澳洲当局必须竭尽所能 确保这类情况获得修正 而这意味 前警官西鲁应该获运反国 他应该 受到安全保护 说出真相 并展开一场透明 公正的新审判 西鲁宣称2006年 侍奉重要人物之命 谋杀阿尔丹度亚 阿尔丹度亚的情人 巴金达 曾是纳吉的亲信 巴金达被控在大马2002年 向法国采购前件时 恰谈回扣事宜